玩具TV第六季第五集第3節 Dentoy 1-6 Russian Stemsnets FSB Alphagroup Action 哇 好難讀啊 沒錯 還有我們之前幾個人都很努力地在找一些武器 柱柱有些名字 這個規格是怎樣的 終於都找到了 都是這樣給你 不要全部交給我 通常我們都說 我們不是軍事專家 而是一比六的軍事專家 所以我們的資料 大家師兄師弟 師哥可以幫我們補充 這隻Dentoy 1-6 其實是相眾要求的 因為很多外國朋友 當然香港朋友也好 我們經常開Dentoy 1-6 知道為什麼嗎? 阿周 因為想叫阿周 對不對 因為其實 其實Dentoy 1-6 就是很多 玩開 我們叫做 Advanced Level 1-6 的Collectors 都是玩的 現在還有 是做軍事的 軍事 即是軍事 即是軍事 現在不太多 那為什麼他這麼出名呢? 真的他們的工藝 以及 做的種類 真的 現在都無出其由 真的最多 而且都很精細 所以如果你玩軍事 不玩他 都很難不玩他 這個牌子的產品 所以一定要介紹一下 就是他最重要的是 一些東西是夠準確 是不是? 所以 我也不敢有資格去講歷史 但他應該通常 他們的一群朋友 做的玩的 都有一個慣性 就是做很多資料搜集 通常是很堅強才會出的 要不然 他在圈裡面的玩家 都會把你的 說你做得不像 對 做得不準 OK 剛才找了一陣子 我們也發覺 這個俄羅斯的特種部隊 Spanas 就真的是特種部隊 因為他們用的武器 也不只是俄羅斯的裝備 很國際化 很國際化 你發現他的手套 就不是俄羅斯 是美式裝備 我唯一一樣最肯定 就是他的手套 是 他的手套 就是Oakley軍用的手套 其實美軍也有用的 Oakley Oakley真的最有名的 鏡子 他有用的眼罩 太陽眼鏡 其實美軍也有用的 美軍也有用的 手套 很多人都用的 特種部隊 專門選擇來用的 有一個傳統的 可能大家都知道 很多特種部隊 其實他們是 自己挑選自己的 對 不是國家分配 我聽說美軍也是 他們覺得哪一件 是適合他們用的 他們便會選擇 對 最適合他們用 他們便會選擇 我們先說 武器先說 我們找了很久 原來這支 我們其中這支 我們用很辛苦 找找找 原來發覺 H&K 對 還有那支槍上面有寫著名字 是MP Line 來的 因為看過槍型 就真的觸摸不到 是MP系列 現在他加了很多 裝備 對 他和那些 Railing那些東西 加了滅聲器 一時看不出 對 和MP5 一定不像 MP7 對 但MP9 更加輕盈 其實這支就是MP9 對 就是這支更輕盈 所以其實憑外形 未必我們不是專家 真的找不到 對 那些細節就不需要說 非常非常之 精美 對 拿著手拿著 拿著手拿著 他的彈夾 是否拔出來 通常全部都拔到 我們試一試 因為很久 這支是否9mm 嘩 我不知道 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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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彈在裏面 就是造型的子彈 對 就不是 真的有子彈 對 很漂亮 都很仔細 對 他連摺疊式的槍托 都做了 這支MP9 嘩 全部是全體的 即是 一比陸軍事圈 就是這樣 就是玩到這麼極致 那個紅海線 會不會穿 那你摸一下槍托 曾經有產品 他們在頭盔上的夜視鏡 和紅海線 是穿的 不過不是副本產品 因為始終它增加了成本 而且是令到 這件事複雜性大了 但是是有的 技術上是可以做到的 槍托 之後 這支MP9 就是這支 AK AK AK105 好像是你 AK105 AK105 你知道AK系列很長 很大的 很多型號 通常都看到 AK47 那些 其實中用的AK47 很多都用 中用的 就是AK75 AK2 還有105 但AK75 有很多種 其實MP4 我覺得它跟西方 或者西歐的槍 融合了少少 是 你看到一些 這些Railing有點像美軍用的裝備 哇 就是加些 什麼叫Railing 我不懂 就是它的Module System 前面這件 哦 我明白明白 對 它的組裝系統 這個是Module System 真的很有名 我想問為什麼 阿Joe認識這麼多軍事的知識 我玩槍 真的 是啊 是啊 不過 這個人 我就不太懂 特種部隊做些什麼 但是我看他的裝備 有一點點像那些 Search and Rescue 還是什麼 因為他的避張 是一個螢光 不像是偷窄 前面又背著一些螢光棒 嗯 這裡有兩支螢光棒 是的 而他的背面 也有一個反光的 是 的帶在這裡 那這個可能 這個肯定是讓人看到 大家討論一下 可能現在是否近年 很多特種部隊 他也是專注在反恐方面 因為反恐的時候 其實他們被人不識別 是比傳染護色好 因為通常恐襲是在事距發生 還有要救一些人 是啊 他被人識別 我是正義的朋友 是幫你的 還有他們本身對恐怖分子 都不自在讓你看到 生死的圈頭 是 這是我自己的意見 他很細緻 我又發現了一件 為什麼 他這裡有一個鏡頭 是 這個 是寫著英文的 contour 還有寫著XD 這個 左邊 寫著XD 其實玩這隻 我想他跟 一般俄式的特種部隊 其實大家都看過不少的 但是 這一款好像 新裝備比較多 我自己覺得 可能我看得少 至少這個 這個鏡頭又沒有 上面那支夜市鏡 好像有點不同 那種形態 側在一旁 又不是四連裝 那些是三支 他這個是一隻眼用 單眼用 是的 還有留意到他耳朵 還有耳朵 還有耳朵 還有護耳 還有護耳 還有裝甲 擋擋擋擋 有一點像德國 德國的頭盔 就是很大頂 遮擋耳朵 美式裝備 好像耳朵 好像耳朵 以我記憶中 就好像很少看到 有兩塊的 因為很流行戴那隻 那隻小一點 輕一點 是的 所以整個俄式 特種部隊裝備 我覺得比較新鮮感 是比較大的 當然 這隻 說一下我們知道的東西 這隻 其實這隻軍事模型 如果要組裝整隻 剛才我們同事 就是Max幫我們組裝 就用了兩個半小時 這個是專業級的時間 即是他開盒的時候 什麼都沒有穿的 不是 穿了衣服 或者一些基本的東西 穿了 但是很多細微裝備 真的分開了 是否要彈夾 是的 那隻槍 即是這些 那隻手 可能會刺住一隻手 一對手 那這些包裝呢 也是自己相信 應該是 對 應該是拆散了 以前的邏輯就是 把散件都養出來 讓你看到多麼便宜 但是現在 因為是組裝成本問題 所以 真的不會再組裝給你 所以看到 玩軍事模型的朋友 就要做兩個功夫 第一 當然是荷包月障 第二 就是 可能要看一些資料 才可以組裝到 即是沒有說明書的 我不知道它的東西 是哪個包裝 我理解是沒有的 因為如果做市名書 就要很久寫 嘩 因為一定是複雜 比你 license 的項目 很多 是 幾班都搞定 你的 license 項目 但是軍事就 可能只要看很多書 那我看到它的包裝 嘩 皮 不敢肯定是真皮 但我摸起來很薄 嗯 像羊仔皮 可能會的 因為用真皮 就會耐用很多 而且很少看到 有啡色的軍背 是 所以其實整隻東西 如果是草 整個產品 我都是很低草 因為什麼都是小件 而且我看慣美軍的迷彩 那 看回俄羅斯的迷彩 我覺得特別一點 個人的迷彩 對 整個感覺都不同 所以 DAM 次次介紹 就是已經好看 看也好看 玩其實是 開心的 你喜歡組裝的話 但如果喜歡組裝的話 可能要給一點時間 去花心思 那如果我想組裝這些 我又不懂 那是否又要上網站 其實上網站 有很多高手會教 尤其是西方的朋友 很多都很樂意去教你 或者會把連結給你 你自己都可能有些連結 繼而你就更加多資料可以組裝 OK 所以一定要做準備功夫 不要亂掛 因為亂掛的話 不是不好 讓高手看到就會 笑你 笑我笑 不懂組裝備 這樣吧 看這裏又有些膠帶 那這隻東西 賣什麼價錢 哇 忘記了 忘記了 對 很細節的 這個刀 這是什麼 賣新的Degger 肉薄的 Combat knife 小心刺傷一下 哇 已經結束了 哇 手錶也有 很帥 很齊備 可以照進到套 這些真的Degger 真是湯死人 好厲害 都來的 剛才感覺 好厲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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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今天很多事 我們就介紹到這裏 因為太深入了 我們就不會太深入了 做回10-10個小時 8個小時的檢查 先講 是 Billy 聽眾觀眾都說 好棒啊 聽兩位軍事專家在旁述 哇 這個專家 真的不敢看軍事專家 真的很多師兄很熟 不過我們知道少少少 說粗口 但是 其實我覺得是很漂亮 真的 相信而無 好 謝謝大家 繼續留意很多好東西 OK 拜拜 拜拜